HELLO,我是伊亨 歡迎收看迷迷世界第二季的第149期 下一期好,我被門眼修修在空中打掉了火箭 我還以為會消失的 沒想到吧,掉落在了地上 你們看,完好無損的在這裡 沒想到修修一下就把火箭打成了圓形 料不得料不得 最近有不少小伙伴私信我說 門眼星也可以騎坐姬 機前坐姬都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寫私者要怎樣才能在門眼星騎坐姬呢? 小伙伴就說,想要背上了氧氣背包 就可以坐在麒麟上邊啦 這次我特地帶來了殘破的氧氣背包 沒想到刷姓之後,真的騎在了火麒麟上 還以為坐姬在門眼星算是廢了呢 沒想到氧氣背包還真的有這功效 看我飛奔回基地 麒麟在門眼星還能夠踏空行走 整個人都輕飄飄的,速度還非常的快 那以後趕路就不需要依賴什麼噴射勾爪 什麼相依靠拳擊啦 想要有氧氣背包去哪裡 卻不是分分鐘的事情 你看,前面就是我的家園啦 不打算在這邊蓋房子 回到基地,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我最厚重的行囊 太多材料壓著啦 現在輕裝上陣 拿上了岩石森和粉色一三塊 我先是圍了一個岩石森地基 至於多寬,就看你想要多大的房子囉 蓋房子嘛,最重要的就是沉重牆了 有沉重牆,那蓋什麼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在地基上蓋起了六根粉色的柱子 用於沉重,第一層我打算建五層高吧 横廓的基地寬家就建好了 房子呢,密封上基本的是OK的 我就先用粉色硬砂塊把屋頂都封上 一剪粉的玻璃玻璃的房子就腾空而去啦 當然,我們可沒有那麼多的粉色硬砂塊 全部用石頭搭又顯得太醜了 於是這周圍我們就都用玻璃片吧 我就做了一些透明的玻璃片 這樣子也是為了解約材料呢 要知道玻璃在門眼星也是很尊貴的 用玻璃片還不影響景觀 我就用透明玻璃片把房子的周圍都圍了起來 整個房子都是非常通透的 看真美極啦 以後在門眼星不只一個基地還有一個家了 還是一個紅瀑布的粉紅少女家 所以這下我要為她添磚加瓦 做了白色玻璃燈 在家裡放上白色玻璃燈後 在旁邊就建一扇門 今天是在門眼星為了不被破壞 Y30為了門眼星又做了實驗門 這可是防暴的 這樣子我的粉色別墅就差不多打工告成啦 點擊關注翻閱以往1-148期內容 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哦 掰掰